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们再把圣灵打到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一、二、不要被自己积攒财报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药 能修怪 也有贼刮屠龙来偷 只要积攒财报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药 不能修怪 也没有贼刮屠龙来偷 因为你的财报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一条闭幕 求我们施恩的主 在我们中间继续施恩 阿们 求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 继续地清福给你自己的众儿女 阿们 因为你没有留下 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阿们 因为你允许我们在信的人 一样好处都不缺少 阿们 今天你一样好处都不能不给我们 阿们 今天你把以色列带出埃及地 是他们在旷野中间 经历你共赢的大能 阿们 因为你是共赢的主 阿们 你是供给的主 阿们 今天你不但供给以色列全会中 也照样供给全天下的基督徒 阿们 有一天你借着特殊的环境 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 阿们 能够在世界中间 不靠自己的削弱绑壁去积攒财宝 阿们 而是在旷野中间 经历主你共赢的大能 阿们 你这样的大能必要显得在我们中间 阿们 因为这是你所应许的 阿们 因为你是能叫五饼二鱼 叫几千人都保足的神 阿们 因为你是能叫旷野开道入神 沙漠开江河的主 阿们 因为你是能叫天上掉下马拿的主 阿们 你能叫坚硬的磐石流出火水的主 阿们 你能叫云柱和火柱 阴蔽着以色列和光照他们的主 阿们 你能叫他们 阿们 邪随着脚掌 阿们 那些东西 你早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 阿们 教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主你的恩典 阿们 阿们 我们越信你越跟从你 越能够看见主你是恩的手 阿们 你必不将你的话语落空 阿们 相信你必能够在我们中间开启众人的眼睛 阿们 阿们 使我们知道今天叫人活着的是灵 阿们 肉体是无异的 阿们 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阿们 但是靠神口就是出的一切话 阿们 今天这话必要应验在我们身上 阿们 听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咱们继续来教证 不要 不要什么呢 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哪儿 地上 地上 为什么 咱们不属于世界 是不是 这世界的人被金钱弄下的心眼 天天抓世界 他们的心全在前眼里头 都钻在前眼里头 拔不出来了 是不是 我们今天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主 他们靠自己的血肉绑币 靠着肉体的绑币来赚 使劲为自己积攒财宝 他为什么要积攒财宝呢 他为什么 防老 是不是 有的是防老 有的是给儿孙后代攒的 攒一大堆 是不是 今天咱们的天赋不用你攒 随时随地都供给你 你相信吗 你信这位神 是全能的神 你跟着他 你不要带包裹 对不对 除非他离开了你 你带包裹 他不离开你 他永远不离开你 你就不用带包裹 你跟耶稣基督一起走 你不用带吃的 不用带喝的 不用带这个不用带那 对不对 他要离开你了 那当然你要带了 他不离开你啊 他应许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是不是 他不离开你 圣经有这样的话 说你们除去了不要带拐杖 不要带两件挂子 也不要带什么 钱囊 因为工人得饮食 是应当的 这句话的意思 弟兄姊妹 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来问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其实耶稣就告诉你 他是供给你的主 他与你同在的时候 不用你带这些日用的饮食 是不是啊 这些不用你带 他就会供给你 他供给你的时候 才显明出你所信的这位神 又真又活的神 是不是啊 往往咱们看见这句话很容易 但实行这句话很难 这话从 谁有读过这段经文 不是当我读的 是不是啊 你们读没读 读过了 读过这段经文 经没经历着这段经文 经没经历着 经历 没经历着 是吧 这段经文读完得经历完 不是我读完了就完事 读完了我相信我还要经历这段经文 经历什么 上帝不用你积攒财宝在地上 上帝亲自要供养你 就经历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这里边要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地上 在那 那在哪 在天上 在天上 这是两个地方 一个地上 一个天上 是不是啊 都是积攒 但积攒有的积攒在地上 有的积攒在哪 在天上 在天上 都是为自己 是不是啊 为自己积攒 积攒财宝在地上 世人肯定是这积攒 他积攒的目的是什么 以后得了什么病啊 上医院没钱了 是不是这么想的 他说给自己留后路 但今天我们不要攒 不要攒那些东西 是不是啊 攒完了之后呢 就有事了 要不攒呢 就没有事 一点事都没有 你放心吧 他说我以后得个癌症怎么办 我说不上医院吗 他自己就给自己要个癌症 对 将来就得得癌症 肯定得得 你不用这么想好不好 好 因为你是凭信心 仰望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 当你没有的时候更好 没有的时候 他也不加给你癌症 是 没有那些财宝的时候 你也没往那想的时候 上去不会把那些 男单的担子 加给你的 那是男单的担子 是不是啊 是 你信不信 信 这句话呀 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话 也没有通过保罗 也没有通过其他人 就他亲自说的 所以不要积攒 你地上不需要积攒财宝 因为积攒财宝 下面紧接就 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谁挖窟窿 来怎样 偷 天天有人惦记 是不是啊 是 你有财宝的时候就有人惦记 想方设法 用骗的方法 把你的钱骗到他手里去 有很多人爱骗的 就是有钱人爱骗的 天天钻进前眼里头爱骗的 越想发财越爱骗 是不是啊 神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这功课就是什么 信心的功课 这是不是凭信心啊 是 咱们今天是不是凭信心 仰望我们的主啊 是 你看咱们的主 和所有的人不一样 是不是啊 所有的军队 地上的军队打仗都带粮草 是不是啊 军队没有行走的时候 粮草先行 是不是啊 你跟耶稣不需要带粮草 你信不信 信 你跟耶稣基督一同去打仗 不需要带粮草 为什么不需要带呢 他是全能的主 是不是 要什么有什么 五饼二鱼在山上 供养了多少人 五千人 五千人 圣没圣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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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呢 神就要叫你经历 这信心呢 在经历中间很难很难 要扎拿出这句话 信不信这句话 信你 但实行这句话就难了 叫你放下 你就难了 叫你不去积攒 你就难了 多半人都是什么 听着这句话 他想 联龙以后怎么办呢 得留个过河的钱呢 是不是 都在那攒了 攒一大堆 攒一大堆 你也享受不了那一大堆 是不是 越攒越想攒 有一万呢 这有十万多好 总有十万了 他想 这有一百万多好 有一百万 他是想 有一千万多好 有一千万 他想有一个亿多好 有没有尽头的时候 没有 没有尽头 就天天心就在这上面 天天想多多多 就马皇有两个女儿 是不是 给呀给呀 是不是不知足啊 那马皇两个女儿 代表不知足的意思 是不是 那是形容那些人不知足 给呀给呀 不知足 今天上帝叫你 有一有十 就当知足 有没有一 有 现在缺少衣服就举手了 就缺少衣服 不缺少 缺少食物吗 不缺少 现在就是正好是下单 居点粮食 居点属灵粮食的时候 有的人还 为了这事 为了那事 不来聚会 那都是傻的 是不是傻的 是 那何等的傻 何等愚昧呢 还不来聚会了 为一点小事都不来聚会了 你们也这样人 那这样人 那这样人的生命都够呛了 是不是啊 他敢不让那全瞎的呢 那全瞎都得到耶稣了 你信不信 这群人得不着 为什么 因为他不缺不下 因此得不着 他天天凭着自己的血肉绑壁 他能不能得着 永远得不着他 他就暂时得到地上一点点 这点生活上用这些东西 咱们把咱们这位供给的主 不仅供给我生命的主 而且我在地上每一天活着 都靠他活着的这位主 一样好处都不缺少 信心 你能相信吗 信心 所以要把这个简单的道 实行出来 很难的 那必须建立在什么呢 基础上呢 信心 信心的基础上 是不是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你想不相信 耶稣就是那位 起初 领以色列出埃及地的那一位 随时随地供给那一位 如果不把以色列引进放野 以色列靠谁来赚 靠谁来赠 是不是靠自己的榜币在埃及地转呢 是 能不能彰显出上帝是供给的主 不能 所以神把以色列领出埃及 来你出来 来 你出来 他们急急忙忙就走了 没带食物是不是 什么食物都没带 带的是什么 带的是金项链 金耳环子 金镯子 都是从埃及地那里搜集来的 把你们的香菜都给我来 拽个拽个都把香链打出来 食物一样都没带出来 他们就急急忙忙的 驴坨马蛋的 就出了埃及了 出埃及之后了呢 他们饿不饿 饿不饿 饿 饿怎么办 饿了怎么办 是 是 他们在埃及 以色列竟吃羊肉啊 竟吃牛肉啊 那么在埃及地 他能吃着 在旷野中间 能不能吃着 吃着 完了 想吃肉了 是不是 那么上帝供给他 吃肉 供给他 他们吃 饿了想吃饭 上帝从不从天上钓马拿 钓下马拿的 这一位主就是在山上灵那些门徒 用五饼二鱼供给他们的那一位主 不一样的就是 那个时候在埃及地领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道成肉身 是不是啊 今天呢 在新约里头 他给门徒掰五饼二鱼的时候 那时候道成肉身了 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常住在世人中间 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 是不是啊 所以他领 以色列出埃及 目的就要彰显 在旷野中间 在以色列群少的时候 彰显他的大能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不是一样的 是 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攻击以色列民 那么现在能不能攻击我们 能 能 能 你相信吗 相信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不要自己探的集团 不要为自己集团财宝在地上 必须坏的是不是 是 为避坏的食物劳力 现在有多少为避坏的食物劳力 因为你为避坏的食物劳力 为自己集团财宝 都在哪里头集团呢 用品 这里头 但你今天听到为哪个人集团呢 一千人 为这个人集团 上帝是要叫这个长大成人 是要叫这个长大成人 一千人 这个要长大成人 得集团什么 道 道越听的多 越存的越多 这个人长的就越快 道听的越少 这个人就哭干了 是不是 是 你的大量的时间 都忙我哪个人了 又人 忙我这个人了 是不是 为什么保罗说 活着都不再是我 为什么保罗说 我或富足 或贫穷 或缺乏 或有余 都得了命学呀 为什么耶稣说 狐狸有动 人子 是吧 他说狐狸有动 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地方 他们都为哪个 他为生命 是不是 那些跟踪耶稣基督的 偏下账本就跟走 偏下父亲和船就走 是不是 他们都为哪个 为生命 为生命集成美好的根基 聪明的人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积攒生命 这叫积攒财老 在哪儿 天上 唯有生命才能存到天上去 这些东西不能存到天上去 物质界都不能存到天上去 所以你不要积攒财老在地上 因为你光为他忙碌了 时间都用在他身上 这个人呢 这个人现在不丰盛啊 瘦若枯干 将来咱们在天上 就比哪一个人 这个生命更丰盛 不是比哪一个人 这个生命更富有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 丰富 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家道再有钱有什么用 教会中间不是比钱 而是比哪个 比生命 看谁的生命更丰盛 看谁属灵生命更丰盛 等耶稣基督来了 带着丰盛的生命去面见他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当你积攒的时候 你用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个人身上 是不是啊 你天天操练的是哪个人 你 你的整个的心全用在这个人身上 操练的是这个人 并没有操练里面这个人 是不是啊 这些信心是越来越消化 越来越被世界同化了 越来越像是世界不像是神家了 越来就 你的整个的眼睛都叮叮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啊 趁着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今天给我们什么机会 据点粮食的机会 据点哪个粮食呢 蜀天粮食的机会 是不是啊 跟蚂蚁一样 赶紧为里面那个人积攒 不要为外面这个人积攒 好不好 因为这里面说 有虫子咬能嗅坏 也有贼瓦空来头 耶稣真是用一个比喻 有虫子咬能嗅坏 瓦空来头 表明虫子也在磕你的钱 是不是啊 表明那盗贼也来 奠近你的钱 是不是啊 你有钱了 谁都在奠近 但你把财宝存到天上 没有人奠近 你那穷人 谁奠近你 那穷人 闯着门睡觉 没问题 那富人要闯着门睡觉 险些有人来把刀 用刀杀了自己 完了把钱财夺走 是不是啊 穷人睡觉是很安详的 那富人睡不着觉 钱财使他睡不着觉 钱财多了 他怎么睡觉呢 是不是啊 所以主告诉你 因为他能秀也能坏 过去那钱都是铜板做的 是不是啊 可以上秀 能够秀坏 也有贼罚功能来头 这就说明在地上 必损坏的钱财 你攒 今天在你手里 明天这钱 就不到跑去手里 是不是啊 这钱 今天在你手里 赚一百块钱 明天这一百块钱 收费拿去 虚不虚数啊 这钱财虚不虚数啊 好咱们先看 真言收 真言收的二十三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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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基督徒每一天 你要操练的就是 属灵生命的掌精 习练里边的心窍 是不是啊 就习练里面的心窍 咱们今天恩典都靠主 那咱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不靠主吗 靠主 也都靠主 那么地上的旧恩是恩典 那么今天我在地上吃的喝的 是不是恩典 是恩典 是恩典 对不对 都是神给你命定 该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 不是我今天我想赚多少就赚多少 那钱财你想赚他也赚不着 是不是啊 他不是你想赚的 你一定要知道 上帝给你多少是按照你所能承受的 给你多了 反而都害了你了 你有钱了你不仰望主了 是不是啊 又仰望金钱了 什么都拿金钱来办事 你没有金钱了你专一仰望主 这就把心全部投在主的身上 我们看 第四节知道吗 我们一同来读 不要 不要 要不求父 修章 和自己的仇明 你其要定径在虚无的钱财上 因钱财 立长 是何 如影向天飞去 看不看 好 就读到这 就读到这 就读到第四节 第五节 是不是 郑主说不要 再说不要为自己积攒的财口在这 为什么不要 因为郑主说不要劳碌求富啊 有很多人都喜欢求富是不是 不爱穷爱富是不是 家里富有多好啊 银行里有存款多好啊 银行里要有一百万存款呢 那我就全然侍奉 你这个侍奉 是用什么侍奉的 用钱财做支柱的 是不是 有人说那我现在我还不行 还达不到侍奉的程度呢 因为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也放不下 耶稣穷不穷 彼得穷不穷 凑打鱼的穷不穷 约翰穷不穷 约翰穷不穷 穷啊 他们都是凭钱财侍奉神的吗 不是 你这样想 这个意念必须把它打消了 侍奉神的人 不一定有钱就侍奉了 没有钱就侍奉更好 所以有钱人 借神的国比骆驼穷的真眼还难 你看他借神国都进不去 为什么进不去 因为钱财就是他的依靠 是不是 他拿着钱财作为夸口 并不以基督为夸口 所以钱财越多 他越进不去 那有人说 那谁还能进去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你当你有这个钱财 作为你的依靠的时候 你进不去 上帝可以剥夺了你 如果你没有钱财 你就进得去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不要劳碌求富啊 很多人劳碌求富啊 直接求啊 用什么求的呢 你看 有很多人劳碌求富 求在地上多有钱呢 多有 有钱人被人能瞧得起 没有钱的人 一看你穷了 人都离你远一点 是这么讲的 多攒点钱 给别人看 是不是 你看我家多有钱呢 我家宝马车 是不是 我家三百平方的楼房 多好啊 是不是 业业行里还有多少 五千万的存款 好不好 好 好 其实我今天上午讲那个 你说好的不一定好 我上午讲那个烦 有钱 钱财 有钱的人 反害了自己 反害了自己 你一定要知道 圣经的话 绝对不会落空的 有钱的人反害 害了自己 是扰害自己的 你有钱吗 你谁跟你老公 十日在外面赚 这会儿老公有钱了 烧包了 开始上外 找小三 找小三 找小五 找小六 你在家里哭鼻涕吧 为什么 他会找小三 因为你给他攒的啊 你让他的啊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你有什么哭的 不你给他攒的吧 你给他攒的钱 一旦你有病 离开这世界了 人家拿的钱再找一个 是不是啊 是你给他攒钱 叫他这么做的 你要没有钱 他能不能 小三小四小五的 啊 会不会有 不会有了 他没有钱 他就不能烧包 一有钱人就烧包 你才怪的 是不是啊 有一句话说 保暖生淫 这句话 听没听说过 人越保暖了 他就生那种淫欲了 什么都有 他就开始想着那些事了 他想怎么找个小三 这大老婆老了 脸上长皱纹了 不招人爱了 再找一个小三小四 是不是啊 就开始生淫欲了 不是吗 钱才多了 烦扰害你啊 你不要以为钱才多了 因为这可行了 咱家这可好了 不一定是好事儿 主说的话 尽口欲言的 既发出这话 必要都应验在这个世界中间 千万不要在这地上 使劲散了 好不好 你咱说 将来有钱才无用的那天 耶稣讲话 等钱才无用的那天 我看你怎么办 上帝说要叫钱才无用 钱才就是无用 你跟他银行里存一大笔钱 有一天咔嚓一下 政策变了 钱才像废纸一样 是不是像废纸一样 过去那个钱才 你看换多少 换没换 大铜钱 元大头 国教条的 最后呢 人民币 换了多少代 年龄大的都知道 有的家吧 用了国民党的国教条 来胡强 有的是没有用了 因为政策变了 那钱就没有用了 是不是 是 你只能当废纸了 你别想那东西是虚乎的东西 它不是有什么好东西 人就迷信在这个钱财上 你要得到这位救主了 什么都有了 不用你钱 你饿了呢 他就要天上吊玛拿 你馋了呢 他就要鞍唇 废在你的帐风周围 是不是 你要冷了呢 他就要你的衣服不破 你要热了呢 他用云柱遮蔽着你 好不好 他是全能的神 现在要叫你经历全能的神 等你没经历的时候 你在自我里活着的时候 你努力用自己的绑币 等你真正经历完了 你就知道他是全能的主 这全能主不是嘴说出来 神国不独在乎言语 听没听明白 必须把它经历出来 这道必须我经历 经历完了 你才知道他是真全能的 否则的话 你有那么多钱 你还经历他 有什么用呢 不用经历了 我都有钱了 还用经历吗 所以说 不要 劳碌求富 休账自己的聪明 是不是 仗着自己聪明 多赚钱是不是 你看这些人真能赚钱 就夸他能赚钱 能赚钱是好人是坏人 坏事 晚上赚钱是好人坏人是 晚上赚钱是好人坏人是 最要做坏事 咱们看 私人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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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辛苦来的 辛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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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辛苦来的 我就想 他也在 他也在生活 我们也在生活 我们比他生活的好 为什么好 因为他大量时间都跑那里 都跑那里去了 干嘛去了 天天叫麦 那跑车的 就是那大客 小客 跑车 为了拉一个人 你看他们都 车和车之间打 是不是 就为了争这个人 那都没有人情了 那都完了 那都 是不是 还要为了叫这个客 拉这个客 想尽一些办法 就为了钱 是不是 就钱支着他们 不干的 哪有休息时间 天天就在那 甚至连洗澡的时间 都没有 天天进到车里 都臭得不得了 那他们这样做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有钱 是不是 但这个钱财 没满足他们 没有 没满足他们 人不应着钱财而知足 知财多了 吃的人也多 他们并不满足 所以他们还想使劲干 使劲干 知道干 你看那眼睛花了 头也白蓝了 就为了着急上火 是不是 为了钱 三十岁像八十岁的 你不信吗 你不信 你看看他们那些 跑车里 那脸呢 叫做风吹的 天天受那个罪 风失病 就跟着跑车 是不是 多自找的 是不是 都自己找的 搅着跑自己走的 都为了钱财 活上命了 都不要命了 咱也不那么劳碌 咱活得很轻生的 靠着主而活着 是不是 我都多少年了 我都没干一点买卖 你说我活没活着 活没活着 依然还活着 是不是 也不干 我也没干 我都多年了 我干那个时候 是凭着自己 不敢 我现在活着的时候 不是凭着自己 我真的敢 以后弟兄姊妹 都经历了神的大能 你就知道了 神是供给的神 是供应的神 祂必要 将祂的话语都实行在我们身上 必不叫祂的应许落空 一定能成就的 所以我们总是不相信祂 听着这句话 看着这句话 不要积攒归自己 积攒彩宝在地上 是不是 看这句话很容易的 但谁都实行不了 都实际在这地上 很怕抓少了 那世人抓 有情可怨 因为他的家都在这地上 我们的家不在这地上 是不是 我们也跟他实际抓 你看看 那基督徒也跟他一起在那抓呀 会都不拘了 晚不晚了 等耶稣来问呢 就问 你怎么预备的灯没有油呢 有没有油 没有油了 是不是啊 没有主的道 光在地上抓了 就那浴灼的同意 是不是啊 神今天还供给所有的人 所以呢 他告诉你 你放下 神地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放下你手上的工作 人家转在全世界 赔上生命 有什么益处的 假如今天我 边传道 边干世上的事 你说你听见这个道 能不能好啊 我拥有时间去传道 边干世上的事 边去传道 一面干世上的事 做买卖 又做买卖又传道 你说我的心 一个心八下扯的 对不对 能不能够 讲出的道 使弟兄姊妹得到造就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对不对 不是中这个物 清那个就是物这个爱那个 你肯定不能够尽心地来侍奉主 你说讲出来的东西 也一定不能叫弟兄姊妹的生命得造就 所以这里面说 你需要钉筋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我哪钉啊 我钱财上 你需要往那上钉吗 你眼睛需要往钱财上看吗 只要钉筋在虚无的钱 在上帝眼里看那个钱财是什么 虚无的 虚构的 其实他没有他人也能活着 对不对 钱财是以后有的 以前都没有钱财 活没活着 是人造出来的 拿做交易的 那个一个 就像一个粮票 一个布票 那个票 人就看着这个重要了 却没有看到那个背地里在天上赐福那位主 把钱财看得比自己命更重要 那还更重要 今天得你的得命重要是得钱财重要 对 所以你只要钉钉在虚无的钱财上 他说虚和无就是这个道理 虚就是虚空的 无就是没有的 人就抓这些捕风捉影的东西 假如将来没有粮食了 全天下没有粮食了 什么都有就没有粮食了 你那钱财就没用了 我敢说你那钱财 你那钱财随着物质的没有就没有了 给你金子你也不要 因为没有粮食 饿要饿死了给你金子拿不 信不信 将来都要饿死了 人给你穿金带银的你干不干 因为你自己爬都爬不动了 饿的 人要给你一碗饭 强入给你一个金条 你相不相信 我说钱财 主说钱财会有无用的那一天的 主耶稣在四分音就说 钱财无用那一天的 他会接到你进永恒的账目 有没有钱财无用那一天 等他饥荒来到的时候 等他整个世界会有他饥荒的 而且是三年半的饥荒 不是一个地方的 而是普世性的 各个地方都没有粮食了 是不是 一百元的这个有没有用了 一万元有没有用了 金条有没有用了 首饰有没有用了 白金的有没有用了 珠宝有没有用了 那些古董有没有用了 那都是阿基 因为现在你要的不是这些东西 你没命呢 你没命呢 从前我 我在看那个故事上有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有钱的 有一个没有钱的 这有钱的呢 他家里的金银财宝是无数啊 这没有钱的他家里天天住这个破草房 是不是 他家里头就种点地 天天他想我要向那家有钱多好 是不是盼望有钱 但那有钱的那家呢 不觉得怎么样 我都有钱了我什么都有了 没有什么忧虑的是不是 那没有钱 天天钻进钱眼里 天天想着钱 哎呀我要向他家有钱多好 那天就来机会了 发大水了是吧 走到大雨 漂泡的大雨下起来了 下起来他俩呢 都爬上树了 这没有钱的呢 带着一大包的那个饼子 把玉米面的饼子爬树上去了 他俩的树结得很近 伸手就能够到 就爬两棵树上 那个有钱的带着一大包的金银宝爬树上去了 他俩都爬树上是不是 下面那个水滑滑就 那树也没滑那树那树倒 他俩就在树上就淘着大蒙水 这大蒙水就在下面 波涛滚滚的 就在下面 他俩就在那树 多一天 又一天 把那个没有钱 那个大饼子 饿了就拿着一个 啃不啃就吃了 说没饿死了是不是 把那个有钱那个馋子 那哈拉都流出来了 馋子不能流是不是 就说 咱俩做个交易呗 那个没有钱那个大饼子 拿大饼子说什么交易啊 我拿钱换你饼子 我拿金银宝换你的饼子 我这里的金条金银宝什么都有 这一大包 这个没有钱这个家伙就 就我发财的机会来了 就发财的机会来了 他说 多钱 他说你说多钱吗 那没有钱的那个带大饼子那个说 一根金银 一个大饼子 行不行 你要行就卖给你一个 你看 这马上要死了 再不吃就饿死了 是不是 行 一根金银 就一个大饼子 饿了上台头拿点金银 换一根大饼子 换个大饼子跟他看看 就不饿了 不饿了 到时候他还饿呀 还饿 这回这个没有钱就开始了 他说我这个饼子 成价了 我现在不卖一根一个大饼子 我卖两根一个大饼子 这想想看 哎呀买了吧 反正又饿死了 不认识金银都是他的吗 是不是 我今天把他那些大饼子 我都买了 最后他饿死了 把他说金银又是我的 就开始买了 就开始 行两根金银 就递给他两根金银 他给他一个大饼子 吃了 就是俩换一俩换一 最后换来换去的 大饼子没了 大饼子没了 那么 他买过来 还有一些存的 他还没死 活着 那个卖饼子 光剩一大堆的金银了 这穷人呢 光剩一穷到什么程度 光剩一堆金银了 那富人呢 剩几个大饼子 活了 活了大水过去 那个穷人一饿死了 穷人饿死了 金银是谁的 还是那个 还是那个 是谁的就是谁的 是不是 你想偷鸡取巧 也偷鸡不着 今天呢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上帝给你那些 就够用了 你别总在那肉体里头 操练这个肉体 怎么贪欲 怎么想这个世界上的金钱 是不是 是我的 上帝没给你那么些 你想贪 你也贪不了 在灰南那边 有这样一个传道人 当然他传的 肯定不是我传的一个道 传一传道 突然他是带教会的 突然的上南方去 跟他老婆说 我现在上南方 咱家里这一点存钱都没有 他家住在农村 就去了 上南方 赚钱了 一年回来赚了四万块钱 好不好 四万块钱回来拿的 回家你看 媳妇没在家 哦 一想想今天是聚会的时间 所以呢 他就把这钱财用报纸包一包 我哪放了呢 我哪放呢 我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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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屋 这屋这个地方 这个灶坑里头 它没有什么 没有多长时间不点了 我就放这个灶坑里吧 就放在灶坑里头 急忙忙就起来就去 就去了 上教会来了 上教会 媳妇说你怎么回来了呢 她说我回来了 她说嗯 你回家了吗 回家了 她说哦 她说你现在来 我回家给你做点饭 媳妇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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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丈夫回来了 她孩子得有住 晚上得住啊 在那里住啊 她就把两个灶坑都点着了 一年回来赚了四万块钱 两个灶坑都点着 找起来 等她散了会回来了 找着哼哼哼 这有钱了高兴了 是不是啊 这下有钱了 一下赚了四万块钱 这下 行了 过年的过很好的年 哼哼回来了 哎 她家那个 那个烟路怎么冒烟了 哈哈哈哈 这妈妈 啥的又跑啊 跑到家 跑到家一看 完了 完了 巴啦巴啦 都成灰了 是不是啊 嗯 这钱财 怎么样 避长翅膀 飞了 从烟路那儿飞了 是不是啊 今天有多少人呢 就是为了赚钱赚钱 最后都飞了 嗯 天天赚钱 那前一眼就想赚钱 嗯 你想不想赚钱 我想 嗯 嗯 所以 钱财 必长翅膀 如银 相当飞去 这是主末世的话语 必要成就的 嗯 这说明什么 金钱这些东西都会了的 都会失去的 唯有一样东西不能失去 就是主要给你的道 今天是得道的季后 你为什么不得道呢 嗯 可以看 提摩太前书 第六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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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嗯 嗯 六章十五节 懂得吗 第五节 找到了咱们一头来读 并呢 坏了心术 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净 他们以敬钱为得力的不入 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也被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衣有识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络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药迷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愁不愁啊 苦不苦啊 好不容易赚了四万块钱 烧的一点都没了 刺没刺透 刺透了 贪财是万恶之根 是不是 有人贪恋钱财 最后可以导致你离开真道 你今天得不得到真道 你知道这个真道了 最后呢 别人引诱引诱你 给你点好处 你又从那真道上离开了 不要真道要钱财 是不是啊 将来说东方散店 比东方散店还厉害的 给你这给你那 你看这东方散店 用钱财勾引人 用女色勾引男的 用钱财勾引女的 其实去到他那里头 你都得给他奉献 是不是啊 他要的就是钱财 但有很多人被东方散店诱惑 上你家了 你家没有房子 帮你盖房子 你家儿子没娶媳妇 帮你筹钱给儿子娶媳妇 最后你就背了真道 跟着跑了 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怎样 刺透了 刺透了 这里面说的 贪婪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天才 就被引诱 他一点点引诱你 魔鬼不一下就把你的工程毁坏了 他一点点借着钱财引诱你 引诱来引诱去 最后你就离了真道了 是不是啊 将来那大罪人出现 也不引诱人 引诱人的 勾引人 是不是啊 给你右手背上 额上磕上666 你有这个了 你可以做买卖 可以分给你人 可以贿赂你 给你许多钱 好不好 有这权别 你刚才岂师父说得很清楚 是不是啊 他给你管理人 给你人 给你土地 给你钱财 你说你 你还不去吗 但他是诱惑你 叫你背离真道 是不是啊 有人去里就装的钱财 最后就背离真道 犹大就为三十块钱 就把耶稣基督给卖了 他贪图那点钱 是不是啊 最后呢 上吊死了 犹大死突不突然 不突然 不是突然的 不是突然的 那么今天主早就知道犹大 他是属魔鬼的 他最后要走那条路 一定要那么死 他的钱财花没花到 把他就丢在店里 说我留一人的血了 丢在店里去 最后上外门 掉死了 那么今天呢 就被钱财诱惑的 出不来的人 多不多 他就出不来了 他心想要 我要 今天这聚会啊 系列还这么想的 但 他像有一根线 牵着他了 先有一个一个什么东西 来勾引着他 是不是啊 最后就把他勾引到那边去 帝兄姊妹 钱财都会离开我们的 只有主不离开我们 这世界上物质是那位造物主造的 我们是爱造物主是爱种所造的 爱种所造的 我们眼睛是钉钉在被造的物质界中间 还是钉钉在造物主的身上 造物主的身上 所以这里就说 不要为自己欺负财宝在地上 不要 一个真正的 明白救恩的人 自动地看着世界的钱财 就如同什么 奋土 奋土一样 保罗说 我将外事都看成奋土了 为了他丢弃外事看成奋土 我要得着谁 基督 基督 耶稣说一句话 有钱人想进神的国 比骆驼穿过真眼还难 骆驼往真眼里穿 难不难 难 那么有钱人进天国难不难 难 难 这钱财就是他的支柱了 所以他倚仗钱财 倚靠钱财 拉萨路穷是财主穷 拉萨路穷 拉萨路进天国是财主进天国 拉萨路进天国 所以那财主啊 他在地上已经享受了 他享受是今生的 那拉萨路享受是来生的 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也是 上帝告诉我们 不再在地上追求 为这个追求 而是为里面那追求 对不对 不要 劳碌求父 是不是啊 这里面又说 不要 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我们看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第六章 第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都父为食物 神要叫这两个都废坏 我们不是为废坏的劳碌 乃是为不坏的食物劳力 老子们 第二十七节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验证的 众人说 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猜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工 好 耶稣告诉不要为被坏的食物劳力 他就能供应你 你信不信 你信他叫化就是做工 你不是去劳碌才叫做工 你是因为信耶稣这句话才做工 不要为避坏的食物劳力 这句话 耶稣讲完这句话才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是不是啊 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这群人都跟着耶稣跑 是不是啊 他们为什么跟耶稣 你们猜 吃饼得饱 教会现在大部分人 很多人跟踪耶稣 你信不信 但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吃饼得饱 你信不信 他都是为肉体信的 跟着耶稣不坏好意的 跟着耶稣要干嘛 吃饼得饱的 耶稣走到哪儿他跟着哪儿 用外人看敬不敬钱这群人 敬钱 跟着耶稣信不信耶稣 信 是不是主的门徒 是 那谁说是呢 很多的从外观看 这都主门徒啊 你看他都跟主跑 他因为什么跑呢 耶稣在山上十五饼二鱼 是吧 叫众人得饱了 因此他们就跟着耶稣 这下可行了 跟着耶稣吧 跟着耶稣不是为了求神迹 跟着耶稣不是为了求生命 跟着耶稣是为了求哪个 你说这群人跟耶稣跟着 跟着对不对 目标对不对 目的正不正确 目的不正确 那么耶稣来要干什么 赐生命给人世界 是不是啊 他来要得什么 得生活 他来就得生活了 主啊 你真了不起 你这五米二一得饱了 我肚子又饿了怎么办 要干嘛 要吃的 可不可怜 耶稣躲了他们 坐船渡到海那边去了 他们辛辛苦苦坐船碰耶稣 你说够不够火热的 够不够火热 够火热 会肚子火热 连去了 拉比几十到这里来呢 啊 他是几十到这里 solo 什么意思 耶稣知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耶稣没说我几十到这里来 耶稣经常所问被说的 耶稣没告诉我几十在这 耶稣当时就 责备他们 是不是 耶稣没哄他们 来了就好 来了就要彼此相爱 来了就好好对他们 来了千万别责备他们 耶稣有没有这样 没有 开口就责备他们 耶稣说什么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求饼得宝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是不是这么责备他们 这群人当时干什么 当时说一句话 更叫耶稣基督 很伤心很生气的 我们当行什么 才是做神的功呢 你看这群人傻不傻 你看这属肉体的人 跟踪耶稣他也是傻的 傻不傻 耶稣说这句话 他明不明白 耶稣说你们跟踪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因为你们是求饼得宝的 是不是 不要为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他以为是要做什么功呢 耶稣说为永生食物劳力 是不是听到 得生命 耶稣要赐生命给他们 是不是 但他们竟然没听懂 但是我们行什么才做做神的功呢 要行点什么 是不是 耶稣在山上五饼二鱼 叫他们众人得宝足足了 是因为他们行什么换的吗 不是 是不是给恩典 白把恩典给他 把神级也行给他们 但是他们却不信 是不是 他仍然要靠做什么来换 那么我问弟兄姊妹 有五千个人跟踪耶稣 耶稣供没供应 要有一万个人 要有十万个人 要一百万人 一亿人 十亿呢 六十亿呢 你看现在全世界六十亿人口 上帝在供应 上帝供应你空气 供应你阳光 供应你土地 供应你 是不是 所有的地上的出产 他要不供应你 谁能活着 谁也活不了 是不是 当耶稣讲话 这些人 没明白 耶稣最后才提到 我就是生命的粮 是不是 才提到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来到我面前了 不是要得那避坏的食物 是要得生命的粮 是不是 所以有许多人被刺透了 干脱主 为什么有许多人 干脆耶稣的人 最后不能进天国 喊主啊主啊的人 最后不能进天国 原因是因为 他跟从的目的不对 就为肉体跟从的 有人说 我为了病 信耶稣的 还有人说 我为了俺家那个 口子做买卖 信耶稣的 还有说 我为俺家那大孙子 信耶稣的 还有说 我为我儿子考大学 信耶稣的 这些目的 对不对 不对 你一半会儿 你都不能重生 你什么时候听真道了 你才能重生 听不听明白 因为你的目标不对 你的目的不对 这群人 跟耶稣 不跟耶稣 跟没跟 从没重生 没有 得没得救 没有 明明明白 明白 他一点都没明白 见不见神机 见了 见了 但那信不信 没信 可不可人 可不可人 我们这位主啊 打仗不用带粮草 是不是 受伤了 不用带医药 你信不信 黑夜里 不用带灯 就是你的光 是不是 饿了时候 不用带粮食 渴了时候 不用带水 你相信吗 相信 你相信 我们信这位神 是世界上 再也没有的 这是最大的神 除了他以外 再也没有神 谁也比不了他 相信吗 相信 相信 你就得精力 在什么情况下 精力 就是你在缺乏的时候 精力 是不是 你不缺乏 永远不能精力 神不把以色列 领出况也 使他们缺乏 他们不会 经历神的大能 就叫他们缺乏 缺乏的时候 精力 好不好 等你缺乏的时候 你也像保罗说 我学了秘诀了 好不好 你缺乏的时候 你肯定不缺乏 你不缺乏的时候 你肯定缺乏 都是反的 你缺乏 不要以为你缺乏 是神让你缺乏 神叫万事不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只有你缺乏的时候 你才经历神的供给 最后你会看 上帝会把所有的基督徒 最后都带到 特殊的环境中间 来操练你的信心 神能把以色列带到 旷野操练他们的信心 也照样把我们也 带到旷野 操练我们的信心 神能叫以色列人 在旷野 在特殊的环境 在危险的环境 经历他的统在 也照样 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危险 你从来就没有到过的地方 要教你经历他的贪能 他保护你 是不是 经历 在旷野中间 你没有做饭 他就给你做好了 那么门徒现在已经是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还照样的 跑哪去了 打鱼去了 打鱼去了 耶稣像不像他显现 显现了 显现了耶稣基督 他饼早早在岸上 已经烤好了 是不是 烤好那饼 和他们打出来 假如他们真打到鱼了 自己一烤 这不叫恩典 什么叫恩典 就是 他们没打鱼 耶稣把那鱼和饼 都在那 岸上都给他烤好了 摆着等他来吃 对不对 这叫真正经历神的恩典 不是你做成的 不是你赚的 不是你挣的 是神亲自来供给你的 早给你预备现的 来吃就行 好不好 旧约神的新约也是这样的 神 是我的什么 牧者 焰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你不但灵力不缺乏 你地上这个肉体 你也不要担忧 你如果能相信 我跟你讲的 我已经死了 你最后 你会经历他的大能的 你会经历他的供给的 你会经历他的神迹和骑士的 因为他说信的人 必有神迹 骑士随着他们 这句话绝对不会落空的 等你在有困苦 有艰难 有缺乏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上帝的供给 他就是起初 灵力碎烈出旷野 那一位全能的神 今天他要在我们中间 向我们显明 向我们显现 也要亲自供养我们 听没听明白 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